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9号 由股东前朝所提供的台股关盘重点 台股今天盘面上还是一个多空观望的盘 指数就在8000点的关前进行拉锯站 盘面上观察到电子股就有点回神了 资金比重重新回到6成以上 这是过去4天来首见的情况 那么优达已经是第二天 工上涨停板了 他打算要发行ADR 另外宏达电灾尾盘也出现了大单极拉 今天晚上他要正式的发表他的新款手机 后续大盘的看法 丰开平指引长他认为 指数在8000点这边是震荡整理的 波段高点还是可以期待 另外何金城副总他短线来看 目前的大盘的支撑就先看 7938点到7918点 另外压力区先看7988点到8013点 电子股的看法最近触控非常的强 六年副总他认为这盘面上触控指标 可以先观察在杨华还有元泰 今天这两档个股都是以涨停板做收的 另外陈宏亚光也是触控面板相关族群的指标 另外陈宏副总他提醒在LED的出货 算说第一季渴望是淡季 但是淡季渴望不淡 指标股看的是2448的经典 在东北的身上 另外在整个金融传产族群 王建宏副总他认为可以留意下 包括在中租204的中华汽车 还有在2542的新复发 留意下这三档个股 今天同时创下了波段的新高了 另外今天排面上的生计股也有发动 生计股的指标王旭副总他认为 可以留意下包括在1565的金华 还有金可这两档的比价效应 另外还有在台围体还有基亚 这些生计股的高价股能不能继续比较上攻 那么也有关生计股的后市表现 以上就是2月19号台股的观看重点 我们提供给您